接下来把这一节说的综合的实例来演示一下 先到我们自己的开发环境 然后之前演示获取PostData的那个代码 我们现在把这个代码给简单整改一下 然后这一行把它放到这来 现在删掉我们没有用了 然后这个框架我们留着 其他内容我们先删掉 然后我们亲自再写一遍 第一个我们先要获取一个Method 对吧 RequestData的Method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先要获取URL RequestData的URL 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之前用的那些API的那些信息 我们再重新再回归一遍 Post呢就是URL.Split 然后问号 前面部分对吧 然后Query呢是直接QueryStream.Pass QueryStream.Pass 然后URL.Split 问号后半部分对吧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之前没有做过的 就是设置返回格式为JSON 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 我们之前做过那个获取Request的那个返回格式 就是在PostData的时候是JSON 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设置返回数据格式 我们对Response进行Set Header 因为Response里面也有好的头对吧 Set Header 然后我们把这个content type设成什么呢 设成这个applicationJSON 这也不是什么用语呢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用Chrome去访问百度那个网页 然后我说为什么那个地方返回的那一坨是HTML代码的 因为有一个地方就是服务区端返回的那个头里面有一个content type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内容是textHTML 大家记得那个地方吧 如果不记得的话回去看一下 返回的主体那一坨东西 我说是一个HTML就是因为它返回的那个头里面有一个content type等于什么呢 我这写一下 等于testHTML 所以说那个是HTML对吧 然后这儿呢 我们设计成applicationJSON 那就说明我们最后Response第二 end不管我们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它最终的格式都是一个JSON的格式 这是我们要告诉客户端的一个信息 好我们先不管这个返回 然后我们再定义这个返回的数据 就是说最终要返回什么样的数据对吧 castResponseData 就是我们把之前这些数据都按着返回一遍呗 对吧 我们获取了之后不返回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mast我们要返回 然后ur我们要返回 然后pass我们要返回 query我们也要去返回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返回数据就定义完了 定义完之后我们就要去返回对吧 补充一句啊 这一行大家要明白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接下来在做开发的时候 这一行是首先要写上要用的 很重要这一行 因为如果我们返回的格式不是JSON的话 那客户端基本上就不好解析 我们返回的结构了对吧 最后就返回就行了 就是如果是说什么呢 如果mast等于 如果等于get的话 那我们到现在就可以结束了啊 就response.end end我们还是要返回的自乎串对吧 extreme.stringify responseData 你可能不是很明白 我们这设置了最后的返回类型是什么 是这个JSON了 为什么这还要返回自乎串呢 我们这设置的这个content type 这个返回类型是什么呢 我们设置的就是这个自乎串的类型 是什么样子的 知道吧 它返回的永远是个自乎串 当然你也可以返回一个二进制 因为这个在我们实际开发中 并不是那么常用 我们在做业务开发的时候 就类似于我们做那个博客项目的时候 它反过来就是个自乎串 然后这个自乎串到底是个什么格式的 这个自乎串 我们这儿就是JSON格式的 我们之前讲的百度的那个例子 它反过来也是个自乎串 对吧 那个自乎串是什么格式的 它的自乎串是一个text HTML格式的 所以说都是自乎串 我们这儿呢 就把自乎串规定为什么呢 规定为一个JSON格式的 如果是get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启动起来访问一下 好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还之前的例子 api blog list 然后author等于章三 keyword等于1 我们看结果可以直接从这儿看 就是这个请求里面 这个preview 大家看method等于get pass等于什么 api blog list query等于什么 query等于author等于章三 keyword等于a url等于什么东西 url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地址 对吧 这个呢 就正好是我们代码中 这一块的所有的信息 对吧 然后get请求就返回了 然后post请求呢 我们其实还是少一点东西 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什么 post data 对吧 post 我们再把那个之前的代码写一遍嘛 其实刚刚写过不久 我们要声明一个post data 然后要获取post的数据嘛 request.on data 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写的不是很经常的话 建议大家跟着我再次写一遍 就是强化机器 数能生巧 post data 加等于truck.to string request.on end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结束了 对吧 获取post data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post data 给它复制到什么 复制到这个response data里面去 就是我们获取完之后 我们要返回的 对吧 我们不返回 获取完之后 没有用的 然后最终呢 再去返回 返回呢 其实就是还是用这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把它拷费过来 好 这就是post形式的一个返回 我们保存一下 概算我们已经测试完了 我们到了这个postman里面 这个地址呢 我们改一下 地址我们改成这个 lookhost 8080 然后api blog update update我们可以 比如说加一个id等于1 就是我们要更新id等于1的这个blog 然后这个内容呢 比如说我们写成title等于什么 title等于博客标题a 然后更新的content等于什么 等于比如说一个子不帅 博客内容a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点这个send 抱歉哈 没有重启 我们改完之后 没有重启这个node 重启之后 我们在那儿重新send 然后大家看method.post 这是反馈的结果 看不清楚 我可以念一下 method.post 然后url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写的这个整个的地址 pass就是这个api blog update query呢 就是我们这儿写的id等于1 对吧 然后post data呢 post data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在body里面写的这个title 和content的这层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 不管是get也好 post也好 我们向服务端传立了什么东西 服务端做了一个收集和整理 又同时将这些信息收集完整理完之后 又反过又给了客户端 这其实就是一个node.js处理HGP请求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思路 然后我们通过这几节的学习呢 我们基本上也掌握了node.js如何去处理一个HGP请求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再去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里面那个接口 大约是六个还是五个的接口 学到这儿之后 那几个接口怎么去实现 先不要考虑那个登录的问题 也不要考虑数据库的问题 就仅考虑这个node.js层面的问题 该怎么去实现 我想现在你应该有一部分答案了